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受小白一句身染重症 小心我就把你打得身染重症 那 那你为何 他不想见我 所以阿兰惹之梦里同他一起时 我都是假借希泽的身份 但他醒来想起这桩事 必定难办 你送过来的那瓶老军丹 此时算是派上了用场 你打算为了他那丹药 令他忘记阿兰惹之梦里的事 我并不想他将那些事全忘了 所以需改一改那丹药的公用 将他那些记忆全重写一遍 你是我的那个什么知心好友吗 我有危难时 你着实无需第一个赶到达 既然你帮了我许多 我觉得你我的交情啊 已担得上朋友而已 哪有那么多来不及 这个上头呢 你就不如我想得开了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了 你酷了 我就出来找你 你被雨浇了呢 我就给你调配泡澡的驱寒汤 就这样你还说来不及 那我 尤其我蛮弹的那些 这就是 你想的法子 你这样 若他终有一日晓得真相 岂不是更加难办 我召了天命时 天命时说我们原伯 经不起太多折腾 此时若让他知道 我在阿兰者之梦里瞒了他 后头不晓得会闹出什么来 想来想去 还是此法最好 早知如此 那个梦里你就不该扮西泽来哄他 瞧着他同你伴得西泽亲近起来 你就没有横生醋意啊 为何我要生出醋意 不过假借了西泽一个身份罢了 我还是我 他再次爱上我 难道不是因为他此生 非我不可吗 你说的是 凤九苏醒过来后 祝他成仙 以报他当年的救命大恩 二是去青丘长辈处 说明已和帝君成亲之事 三就是要去找姑姑告一个饶 没想到一见到姑姑 就被提醒了一件 她早已忘到九霄云外的大事 哦 凤九你回来了 你是不是忘了近日 你身上担着什么大事啊 我提醒你一下 你的冰藏之礼 就在十五日后了 十五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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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年前 你我也是在这太陈宫中喝酒下棋 比说记得 对你曾有一劝 说有朝一日 你若想通了要找一位帝后双修 知鹤也算不错 哎 其实啊 这知鹤他配你 终归是勉强了些 不过你等了这许多年后 等来的凤酒 倒没有须等 果然唯有这一个 成了起你的帝后之位 你今日来前喝醉了酒吗 竟然难得有几句好话 虽然我对知鹤的印象也算不错 嗯 知鹤他舞还跳得不错 不过要论这貌美间大气 哎 我说句不偏帮的话 知鹤这点上 却远不及凤酒 今日我劝凤酒他制剑侠之事 不妨找你带牢 他却知道 他自己的事本当自己来做 不能靠着你图长成一个废物 是凤酒啊 多日不见 为何如此愁眉不展呢 还不是我那冰藏之礼的事 姑姑他老人家提醒了我 时日已经不多了 可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呢 哎呀 你家中不是还处着一个帝君吗 东华造剑侠的水平可谓一流 他来做这个 并能在一两日内完工 此种要紧时刻 你将他供在那里不拿来用一用 岂不暴铁天物 你呀 温存他几句他就帮你做了 何须你再次长须短贪 我自己的事其实还是该我自己来做 帝君他也不想我长成一个只靠他的废物吗 这个事吧 他顶多帮我筹划一下进度就可以了 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的一番场面话 小姑娘嘛 一向总要人捧着宠着 不承想 你为帮他 他竟果真没有觉得有什么 那番话 竟是说真的 小白他一向都很懂事 你也来得这么早 是为了瞧热闹吗 哎呀 你算是有福气的 能亲来一关凤九的冰藏之礼 他们清秋一生最终的一场礼 大约就在这个日子 你瞧瞧 凤九他今日 须提着刚筑成的何须剑 穿过这个由十位持剑的先者 结成了法针 过得了 才可踏上百极草街 藏剑于圣峰中 过不了呢 便只能重新占卜 待百年后再行礼了 你手里的是个什么东西 你说这个 小白做给我的灵嘴 怕日子晒化了 拿琉璃和风筝 灵嘴 给你呢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都不晓得你竟然还有吃灵嘴的习惯 好吧 这个暂且不提 凤九他今日 就要在八方成千成万的先者眼前进大灵 定然十分紧张 你竟还令他给你做灵嘴 你呀你 你是否无耻了些呢 不要冤枉我 他白日里睡多了 昨晚睡不着 让我起来陪他同坐的 再走 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 他就敢把花盆往往头上踢 还能镇定自若 嫁祸给你过 这里嘛 区区一个小镇长罢了 你当他是那么容易紧张的吗 唉 同你说话果然没趣 白纸帝君一家 想必也该到了 你差不多也该坐到上头去吧 什么的助位来了 瞧着你坐在此处都不敢动作 按味分呢 凤九他爷爷 还该坐到你的下手 凤九他竟然有拿下你的胆量 此中场合 他果然无需紧张